本节目由天城移民留学独家特约播出 各位你们好 这里是新西兰道可兰 我们来到北岸的一个农场来采访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珊珊 珊珊宁 是宁珊珊 是山东人 所以上集他讲了他做护士的好玩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在下集我们继续来访问他 来请他讲述他在新西兰的所见所闻 好的 我是认珊珊 珊珊是在YouTube上有一个频道 叫阳光新西兰 阳光新西兰 你看见到她的人也确实很阳光 对也确实很阳光 很快乐的一个人 所以她刚才说的排解压力的方式 就走向大自然 对 走向大自然 新西兰的户外运动 户外活动 我给很多人讲过 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对 首先就是没有毒蛇 没有猛兽 对 没有 没有攻击人的任何动物 对 没有毒蛇 所以非常的安全 对 对 这在其他国家好像是没有的 对 只有新西兰是这样的 对 所以呢 是的 鼓励大家走向户外 而且它这个地理的多样性 对 你从雪山到草原到火山各种地貌 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对 就是你很少有这么一个国家 又有海洋 又有高山 又有这个 你像滑雪 你在澳洲干不了吧 你不能滑雪吧 新西兰又能滑雪 就是又能有热带的这种阳光沙滩 就是我觉得太好了 咱们给新西兰做个广告啊 就是 就是 这个自然 对 自然非常好 你去过哪里 就是新西兰这个各个小镇 各种知名的旅游小镇都去过了 每年这个孩子假期 就是选一个地方 我是每次去一个地方住一镇子 然后 比较好的是哪一个镇 比较好的镇 但据我很喜欢还是皇后镇 那还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因为 我感觉我还是喜欢皇后镇的那种 它的山 你像北岛没有这种高山 对吧 虽然风景看上去就很很缓和 就是连绵起伏的山丘啊 就是很新西兰 但是因为我从小在泰山上长大了 我很喜欢看那种岩石 那种暴露的那种岩石 这只有南岛能看到 尤其是皇后镇 我上皇后镇附近的那个山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岩石 你在老家的感觉 对对对 我很喜欢这种山 这种真正的石头山 还有就是他的湖啊 这种反叉呀 这种对你的震撼呢 还是觉得皇后镇是最漂亮 那去过多少趟 我去过 五六趟 起码了吧 都是带孩子去 我从来没有单独去过 对 孩子还小 你这三个小孩多大了 大的十四岁 中间十岁 小的三岁 三岁 对对 这个后面 插的比较大 后面要还好长的路 是 让他们上大学 你才能解放自己 也没有 我早就解放自己了 早就解放自己了 对 第一个的时候 感觉被束缚了 后来生完第二个 觉得 慢慢就是 你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旅行 很多人觉得 带着孩子各种不方便 好像被束缚了 我觉得后来 我觉得不要被孩子束缚 我自己想干嘛干嘛 我算是比较一个 粗 粗方形的母亲吧 我对孩子的照顾呢 虽然我是护士 你感觉会很细心吧 没有 我是被同行们很不齿的 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么照顾孩子 我很放养 所以 我把大把的时间留给我自己 所以我就 我觉得 比如我喜欢养羊 我想办法 我就养羊 孩子嘛 我就觉得 我喜欢的事情 让你跟着我玩 你就跟着我就是了 我不要以你为中心 那样的话 我觉得 我又丧失了我自己 而且孩子还不一定开心 像我的经验就是 我自己喜欢玩的时候呢 孩子自动跟上来凑合了 比如我敷鸡 我在敷蛋 那些鸡都是我自己用蛋敷出来的 然后敷蛋的这个过程 小孩们 他再不感兴趣的小孩 对这个都是很感兴趣的 还有这个给羊挤奶 他再不感兴趣的 他来来看看 对吧 现在就不只是感兴趣了 老大是 我的大女儿是 我得 你不挤奶 你就没有游戏时间 平时放假和周末的时候 是他负责来挤奶 不然他就没有游戏玩 这是一个交易 对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 小孩玩游戏的这个事情啊 是很多家长所头疼的事情 对对 对你用了这样一种方式来跟小孩 交易 交易 来 我父亲会逼迫我 就比如去给这个 他养的很多兔子呀 什么割草去 哎呀 我讨厌呐 我这是连哭啊 带骂的 就是一路去一路回 很痛苦的 在当时 但是很奇怪 就是多年以后 现在 你当了妈妈了 不是当了妈妈了 就是现在你让我 我不是又养羊了吗 对 我需要给羊割点草 哎 当我一出到那个草 开始割的时候 那种幸福快乐的 体验让我回到了童年 虽然童年的感觉 是那么的不幸 但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感觉就是那么的好 我一直就纳闷 我小时候干这活 我是多么痛苦的呀 为什么我现在拿起镰刀 来割草的时候 我怎么这么高兴呢 可能我自己反思一下 就是 是不是就是回到童年 回到童年的感觉 肯定是好的 因为童年的时候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那时候有多幸福 但是你长大了知道 你那时候是有多幸福 所以你任何方式 让你能回到童年 你就会感到幸福 就是 确实是啊 这个生活在新西兰 一定要享受 新西兰的这种生活方式 对 你刚才所说的 包括小孩的教育 我觉得你小孩教育方面 你除了你刚才所说的放养之外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华山下的 都关注他的学习啊 学习是得关注啊 因为这个 呃 你得有个技能嘛 你说你光玩 没吃了 你玩什么 对啊 所以孩子的这个教育 肯定是要重视的 呃 但是他又有个主次 对 我觉得有个主次 你排第一的是孩子的 呃 这个身心健康还是学习 这两个只能选一个 如果这两个冲突了 我肯定身心健康 他肯定遇到很多冲突的时候 呃 但是这个就很难说了 你 你要逼迫孩子做一些 他不爱做的事的时候 他就是身心不健康了 那个时候他就不开心了 你怎么办 所以呢 就这个 呃 呃 我觉得越少越好吧 这种情况越少越好吧 像我就觉得每天 你要是都有这种经验 每天都要跟他 逼迫他的话 是不好的 一星期一次 比如一星期一次 或者是这种冲突 不要是每天经常的 频繁的 那慢慢的要减少的 慢慢等他到青春期的时候 这种对峙 是要越来越 减少 而不是越来越增加了 我们也知道青春期 那是很难过的一个关 那个时候冲突会升级嘛 嗯 对 但是就是 不管怎么样 减少这种冲突 那就要需要前期 他小时候你带他的各种玩儿 来建立这种感情 有那么好的感情基础 你青春期的时候才能 所以 我还是觉得整个小学阶段 我是不太 不太逼迫他学习方面 太多的逼迫了 一个星期可能一次 两次这种 对 我们的这个 固的场地呢 旁边是有个飞机场的 所以现在有飞机飞来飞去的 听到一些噪音 哎呀呀 对 哎呀反正教育这个事情 真的是每家都有每家的经验 成功的经验 我就觉得如果自己啊 真是头疼了 真是受不了了 就还是多问问旁边的人 你看看你周围貌似 觉得挺成功的人家里 你去取取经 我觉得只有这样了 因为你你你你关起门来 是没有办法的 你就你你觉得 周围谁家孩子不错 你就你就老跟他们交流一下 父母啊孩子呀 对 然后就是学习了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对呀 呃 各位你们好 这里正在采访的是 来自中国山东的 珊珊 嗯 珊珊来到新西兰 已经有20个年头了 21年了 嗯 对 呃 如果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麻烦您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呢 是点赞 或者是转发 嗯 然后呢 喜欢珊珊的节目呢 珊珊的油管频道呢 叫做 阳光新西兰 你一搜就能搜得到了 哎 她也做了很多期的节目了 我是在油管的频道上看到 哎 我说新西兰还有人做这个 挺好的呀 我一听阳光新西兰 也是特别符合 新西兰的一种一种现状状态哈 嗯 所以所以呢 我就特别约她 然后呢 来做一个访问 今天选择的场景呢 是一个农场 她在这里呢 养了三只羊 养了几十只的鸡 那么 刚才呢 之前讲了她自己喜欢的这些新西兰的生活的一些方式方法了 嗯 其实呢 在新西兰的生活当中哈 尤其你在做护士当中呢 其实方方面面你可能都会感觉到一个因为你在中国来到这里嘛 嗯 两地的生活的这种差异啊等等啊 有没有给你印象比较深的那方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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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意思啊 对 你很多时候你觉得哎呀 去了一个新的地方 还有文化冲击啊 嗯 各种 这是一开始的 当你但是我后来慢慢发现 当你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个人一个社会的时候 你会发现惊人的相似 人和人的相似是就是人和人其实什么美国人了中国人了新西兰人啊 其实作为人来说其实差别是不大的 嗯 就是一个说嘛 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的区别 对吧 这个人好 他不管是哪国人 他就是个好人 嗯 你不管他就是有时候说话 可能有些但是当你深入的了解了一个人之后 你是不是会发现 你一开始对他的尤其是要误会 表面的东西 对吧 所以我还是感觉不要呃 先不要一开始从他说的哪句话了 或者是做的一些什么事情 一下子就就很快的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 还是要通过长时间的观察 然后才能得出结论的 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呃 新西兰人其实是很轻老朴实 就是很能耐农民的感觉就很 因为我感觉就是他们不善言谈 会觉得他们不像美国人一样巴拉巴拉 或者英国人那样哇哇哇侃侃而谈啊 就是因为我们医院也是来自很多国家的人嘛 英国来的呀是很多国家来的 你会发现是这是表面的你感觉啊英国人很高傲 或者是什么这个新西兰本地人是不是有点这个嗯 像把老友的人觉得哈不说话 但是实际上你真正了解每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人他的善良他是善良的人的话 他说什么你都会原谅他就是你会我觉得呃很多的文化差异一开始都是误会 对对不是出于一些误会和我们以前的固有的一些错误的认知 对对对对啊 所以我现在觉得要反普归真嘛 回就是呃人性就是你要回归到人性就是呃就会避免你犯很多错误吧 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谢谢你们也谢谢善善 谢谢大家好好再见 再见 by bwd6 by bwd6